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将卷入战争 信息量爆棚 一起来听 2024年世界局势会有怎样的变化 中西大国的政治和经济有什么样的变化 与每个人休息相关的气候和环境 又会有怎样的走势 大家考虑的问题 阿南德都已经提前做出了预测 其中还包括中 美 日等国家 2024年将会迎来的机遇和危机 在印度 阿南德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13岁就准确预测了2019年病毒大爆发 就连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 也都在他的预测范围内 而他之所以会做出这些预测 靠的就是印度传统的费陀占星术 不管外界对占星术有多少不同的看法 印度人却对其深信不疑 甚至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占星学校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前来学习 不论是婚丧嫁娶 还是房屋施工 亦或者是搬新家 印度人都会习惯性地找到知名的占星师 选好最吉利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 在印度从事占星行业的人就有两百万人 可跟阿南德相比 这些人都是小巫见大巫 毕竟阿南德可是被誉为 印度占星第一人 十四岁那年 就得到了全球公信力神通奖 全球大概没有不知道这个少年的人 阿南德在占星方面有极高的天赋 而且从小就凸显出来 他出生在印度一个高种族性家中 父母都拥有不错的工作 2006年阿南德出生的时候 家人都想不到 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小婴孩 最终汇出成为预测世界和未来的神人 但其实阿南德 从小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同龄人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时候 阿南德已经能够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大人 别的孩子四岁刚刚有学习意识的时候 阿南德已经开始接触占星术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就超越了很多人 说是天赋也好 说是后天努力也罢 总之阿南德在印度人眼中就是不同的 是带着天命出生的孩子 是来造福印度和整个地球的 而他关于2019年的预测 更是让他在全球范围内一战成名 瘟疫很快就会来临 而且会波及全球 2019年 阿南德的这个预言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屑一顾的 甚至觉得他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 要知道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 各种病毒和疾病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哪怕是瘟疫也能在短时间内被压制 扩散到全球范围之内 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这种怀疑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而彻底不见 正如阿南德所预测的那样 这种瘟疫迅速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席卷了各国 让人措手不及 那些防范不得力的国家 更是有无数居民因此丧命 整个世界都被病毒的阴霾笼罩着 后来 阿南德又先后预言了 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 最终也都变成了现实 让人不得不正视阿南德的超能力 他也因此成了很多人心里的偶像 纷纷从各地跑到印度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点 可要见到阿南德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仅要负担的其他高额的收费 还要满足另外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条件 阿南德的收费确实不低 为个人提供占星服务 是按30分钟收费的 每次收费217美元 如果是为商业团队提供占星咨询 那费用就要高达每45分钟340美元了 这个费用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毕竟如果想要深入交谈 30分钟或者45分钟显然是不够的 也不是拿着钱就能立马见到阿南德的 在预约成功之后 还必须即便是不缺钱的人 等待一星期的时间 这一星期很关键 必须按照阿南德的要求吃素 一旦没有按要求完成 那也不可能得到阿南德的指点 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白费了 如此苛刻的条件 不仅是阿南德的自信 也是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崇拜 阿南德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他也经常会发布一些自己的预测 其中就有澳洲森林大火等 这也让他迅速在全球范围内 懒得一群忠实的粉丝 只要是阿南德发布的信息 必定会被大肆转发 而阿南德近期关于2024年的预言 更是迅速占据了热议榜 因为这些预言 几乎涉及到了每一个国家 与每个人都有密切的联系 其中就有对中国经济和全球地位的预言 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 和日本的地震以及火山喷发等 这六条预言中 第一条预言就是关于美国的 众所周知 美国的经济一直以来 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但在阿南德看来 这一切其实都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却潜藏很大的风险和危机 甚至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内乱和分裂 按照阿南德的预测 2024年星象运行对美国极为不利 加上其内部本身 就存在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 以及疫情恶化和经济危机等问题 美国2024年整体是不平稳的 甚至会影响未来的 经济发展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一个显著的转折点 因为这次的新总统 将会与以往的总统候选人都不同 本次的总统候选人身上 承载着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愤怒和不满 更能让美国民众产生同理心和共鸣 从而助力这位总统候选人 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这位美国总统的出现 也代表着 对美国当前政治体制和秩序的挑战 从根本上激化内部矛盾 这些矛盾 本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日渐积累 也是一颗隐藏的炸弹 一旦被点燃 那必将在美国内部引发一场动乱 而且长年的霸权主义 很多国家对美国也多有不满 只不过因为能力不足 一直都是不敢怒也不敢言的状态 可一旦美国内部出现动乱 那这些国家很有可能就会趁乱而上 改变被美国霸权的局面 如果真如阿南德所预言的这样 那美国的2024年还真的不太好过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内部的问题 那将会是内忧外患 足够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的了 阿南德关于2024年的第二条预言 和中国有关 这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一条 事关中国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有些甚至让人意想不到 牵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与美国星象运行不同 中国在2024年几乎都是利好消息 作为东方大国 中国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世人的瞩目 近年来 中国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军事 以及外交方面 都在国际社会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而已经到来的2024年 会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年 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 阿南德说 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效率 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重视 赢得了全球人的认可 接下来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必将是卓有成效的 也真正让中国老百姓进入了小康社会 在国家舞台上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甚至成为其他国家仰望的对象 不仅如此 中国的资源分配也会越来越均衡 每个人面对的创业机会也越来越多 会赢得更多的财富 但这并不代表 不努力就能成功 相反 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中国这么好的经济形势下 那些有准备的人 必将成为财富的拥有者 众所周知 日本在开年 便迎来了一次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日本的这次地震 阿南德其实也曾有过预测 但阿南德关于地质的预测 并不仅仅是日本地震 还有火山爆发 以及全球地质板块运行 他说 日本这次的地震并不是偶然 2024年或许还会有更大的地震 尤其是随着富士山的喷发 九级地震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这对日本人来说将会是灭顶之灾 这些情况大约会出现在四月份之后 甚至中国都有可能日本大地震影响 而日本地震之所以这么频繁 而且规模如此大 除了因为日本的地理环境原因之外 阿南德还预测 这跟日本执意把核废水排到大海中有关 换言之 地震是对日本的反噬 也是对他们的警示 2024年的第四个预言 阿南德直指印度 他认为 印度的2024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其中就包括地震和洪水 以及干旱等问题 有可能会对印度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如果印度政府处理不当 不排除会直接影响到印度的经济 而且 印度在未来的一年里 还需要注意与邻国的相处 否则一个不谨慎 就有可能发生两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这对普通民众来说 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防倒污塌 生灵涂炭 除了以上的国家 欧洲在2024年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是阿南德的第五条预言 脱欧 移民以及恐怖主义 是欧洲当前最棘手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那欧洲就彻底失去了以往的团结 尤其是2024年要进行的欧盟会议 和法国总统以及德国总统选举 一定要特别重视 因为这些选举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决定了欧洲未来的发展进程 是继续以往的一体化 还是孤立主义 都会在这个时候见分晓 除了内部问题 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 也是欧洲需要直面的问题 只有解决好了这些问题 才能继续谈发展 最后 阿南德还谈到了细菌和病毒问题 已经能源危机等 这与全球变暖有关系 那些埋藏在极地冰川中的细菌和病毒 会随着冰川的融化苏醒 会严重危害到人类的健康 而且以为其强大的破坏力 人类在短时间内 可能无法找到有效的防治措施 这不仅是对医疗体系的挑战 更是对性命的威胁 而2024年 人类不仅要面临强大的病毒和细菌侵袭 还要面临粮食危机 就拿而无战争的两国来说 乌克兰原本是整个欧洲的粮仓 可如今 处在战争中的人们 性命尚且没有保障 又怎么能兼顾到粮食种植问题呢 这在短时间内或许不会凸显出来 但时间一长 粮食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国家没有提前囤好足够多的粮食 必然面临基本生存危机 在阿南德看来 2024年 之所以成为人类命运的分水岭 其占星学依据在于 多个行星相位的罕见排列组合 他解释道 当年的4月6日 将出现数百年一遇的六星连珠天象 火星 木星 土星 在白羊座连成一线 外加金牛座的金星 双鱼座的海王星 摩羯座的冥王星 这种星象的汇聚 将释放出强大的宇宙能量 是压倒人类现有秩序的关键推动力 然而 面对潜在的巨大动荡 阿南德并未展现出悲观情绪 在他看来 每一次大周期能量的轮转 都预示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秩序需要破而后立 文明也常常在磨难中涅槃重生 我真诚地希望 人类能以睿智和勇气 去拥抱这个充满不确定性 但或许也孕育着新希望的2024 这段涨达一小时的视频 生动展现了2024年 在阿南德眼中的图景 网友们在震惊之余 也不禁要问 阿南德的预言 该如何看待 而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态 去迎接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2024 阿南德对2024年的预言 在全球引发了持续数月的讨论狂潮 社交媒体上 警号阿南德2024 警号警号世界巨变 警号 等话题的阅读量超过百亿 各国主流媒体 也纷纷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和专题讨论 支持者将阿南德视为先知和救世主 称其再次为人类指明了前路 而怀疑者则认为 这不过是危言耸听 是对公众焦虑的无良炒作 同时也有观点指出 类似预言并非新鲜事 但真正应验的少之又少 这到底谁是谁非 还需拭目以待 客观来看 对于阿南德的2024预言 我们有必要保持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从现代科学的视角看 占星学预测的可靠性 一直饱受质疑 尽管古已有之 占星术至今仍被主流科学界 视为一门伪科学 占星学所依据的逻辑 在现代科学面前难以自证 行星相位与人间万象之间的关联 至今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在如此背景下 我们对阿南德预言的准确性 更需持审慎态度 客观而言 阿南德过往的多个预言 与现实吻合程度惊人 这似乎为其神童预言家的名号 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如此背景下 我们对阿南德预言的准确性 更需持审慎态度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 对预言准确性的评判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幸存者偏差的影响 阿南德过往成功的预言 被广为传播 而那些不准或说的含糊其词的预测 则往往被人遗忘 而且 不少预言 本就趋于摩棱两可 事后很容易就能找到与之对应的事件 此外 不少质疑者指出 阿南德的预言其实并非独创 而是吸收了众多 在他之前的占星家和预言家的观点 其中一些观点 如2024年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节点 在欧美的灵修和秘书圈子里 由来已久 对此 支持者便称 闲闲有言 恕而不作 阿南德吸收前人观点 有何不可 建在于 他以独特而精准的方式 揭示了那些抽象预言背后的具体逻辑 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但也有评论指出 阿南德的预言 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反响 恰恰反映出 当下人心的惶惑不安 他的预言 切中了许多人 对未来的模糊担忧 因而找到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从这个角度看 其爆红也有时事造英雄的成分 不过 支持与质疑之外 理性的声音提醒世人 与其纠结预言的真伪 不如立足当下 用自己的努力去开创未来 正如阿南德所言 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未来 但能以智慧和勇气 去面对可能的挑战 2024年的结局如何 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